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我們都知道中國是基建狂魔 大部分的GDP也都是靠房地產跟基建投資衝出來的 那中國可以以非常快的速度蓋出好幾棟高樓大廈 花了幾天的時間就可以蓋了十幾個特色管理的醫院對吧 那如今5月31號的天津 一個叫做碧桂園鳳井廳院的社區發生了地面裂開 園區裡面有三四棟高樓、嚴重傾斜、滲水、下沉 目前已經撤走了三千多位住戶 那其他周遭的住戶也是人心惶惶的 不知道哪天自己住的這棟會不會也發生這樣的事情 那如今7天已經過去了 中國官方以及建商還沒有給出到底是什麼原因 造成這樣地質下限圍樓的原因 那想必事後應該大概率是甩鍋給天災 蓋啊地質發生的異動啊 其實地質會不會發生異動 這個你應該在蓋之前就要知道了 這邊異動發生的機率有多大 這些都是你蓋之前都要做好的這個地質調查 那如果它也會發生 而你到現在還不知道狀況的話 就代表你沒有做好事先調查的工作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呢就是人禍 而且這種事我相信在台灣發生的話 不管是不是地方政府啊 中央政府也會被抓出來罵一頓 而如果我們台灣政府還拖到現在第七天 還不知道原因的話 基本上應該爭論節目要幹死了 而我就去中國的百度看了一下 發現大部分的中國網友對於這個 必歸原建商的評價都非常的差 帶大家來看一些留言 我朋友剛好中招這兩天住賓館 是誰的責任一目了然 但沒人敢鬧鬧事就請你吃免費大餐 就是必歸原的問題 這個項目質量差是出了名的 拿出查違章的態度來 兩個小時就可以查明還要帶處罰決定書 放肆 資本家可是保護動物的 中國網友到底知不知道造成這個事情的根本就不是資本家 還是你們知道不能罵政府所以把政府替換成資本家 都住了14年了沒人會買單業主太慘了 是誰驗收的呢 就是必歸原的問題 這個項目前面的房屋質量就是很差 所以買恆大的房坑的是你的錢 買必歸原坑的是你的命 然後就有這個3C的網友回 一直能拿到地塊工具而已 有時候看一些中國網友的留言 就是這個文法是我們台灣人不太能理解的 所以我幫大家翻譯一下 為什麼這個建商如果他的質量很差 為什麼可以一直拿到地 一直拿到地去蓋呢 那他這裡面的含意是指政府默許他這樣做 還是大家覺得他質量很好 大家可以自由去猜測一下 這種事情以後只多不少 過度擴張的結果下一個城市在哪裡呢 之前聽到過地產大亨說 現在的大樓30年後你連走都不敢走下樓 知道為什麼房貸只能貸30年嗎 意思就是30年後這棟樓房就危險了 隨時有坍塌的可能 當然啦也有些人表示是對面在施工造成我們地層下線 是對面在施工害我們樓啊傾斜 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呢就要看是誰的後台購印 如果必歸遠的後台購印的話 大概率就是地質天災或是公班害的 那如果公班的後台購印呢 那就是天災地質不然就是必歸遠的問題 大概率不會是天津市政府核發單位的錯啦 小粉紅瘋狂的嘲笑我們台灣的建築物外觀看起來破破爛爛的 然後呢就會拿他們中國那一堆高樓大廈說是對不對 其實我必須得講一下 像是這個台中啊還有這個汐止啊 林口啊還有這個桃園中立那邊青埔那邊啊 其實越來越多新建案新開發區也都是有很多很多新的高樓大廈 但是呢因為你們就會去拍一些舊城區 所以你們就把這個代表是全台灣 首先啊不得不認同你們說的台灣目前來說主要城市鬧區 確實建築物看起來破破爛爛老老的啊不否認嘛 但這不構成我們要被你統一的原因吧 首先台灣位於地震帶上大部分的建築抗震強度跟建造成本 一定都比你們中國來的高 像我之前就看到有些中國建商蓋的房子啊 金玉其外敗墟內 有些樓梯牆面只有幾條鋼筋 甚至連鋼筋都沒有 瓦磚剝落天花板開洞 磚頭鋼筋用手就可以掰斷 這些影片我去年應該分享過了不少吼 當然我不是說全中國都這樣 但這個現象存在在中國應該也不少吧 而中國現在大部分的住宅高樓啊 應該落在10到20年左右的興建案吧 那最多就30年 但台灣很多這個房子都50年70年了 但小粉紅以以為傲的中國高樓 看看大部分的壽命如果撐到50年 70年80年那個時候 你再來跟我說我們台灣確實婆婆倫倫 而且中國的城中村啊也是非常多 不僅外觀上看起來比台灣更破敗之外 很多地方連馬桶都沒有 各位我在說笑話哈 這個去年前年我們都做過相關的節目 上海城中村就是沒有馬桶啊 而去年上海黃埔區的城中村一部分 才被政府收購改建完成 那居民的房子雖然都被改小了 但多了馬桶出來 雖然馬桶跟房間都蓋在一起 但他們還是很開心 這個小粉紅都不敢說耶 抑或是你們不知道 看不到 我們再來看看中國的房子 沒有土地所有權嘛 而70年租約一到 通常你買到手只剩30 40年的土地租約 因為前面建商 一根政府處就是租70年嘛 100年 那從這個核發到蓋 然後到賣給你可能已經過了10年 甚至你買二手可能過了20年 那這個租約可能就剩個30年40年 真的到了30年40年之後 你要蓄租土地 當然也有蓄租的費用 雖然不是很貴啦 但今天這個費用是黨說的算 而且今天即便這個 蓄租的價位很便宜 但黨今天就不讓你租啦 那請問你賣不賣 你必須得賣嘛 他給你的這個價錢又很低呢 當然有些人說 我們拆遷拿得到拆遷補助款 有些人拿得到 但其實也有一些人拿不到 我們看這個從幾百年前 明帝國時代就有的雲南清真寺 說他違建他就違建了呢 原來只因為雲南的清真寺 他不配合把圓頂改成中國特色的尖頂建築 再來中國的鄉下 那真的叫做崇山二水 當然我不是說全部的鄉下 那美國甚至是台灣的鄉下 這才叫做退休的生活 無論是醫療機能 生活便利機能 環境層次 跟中國的農村 都不是同一個level可以比的 而我們台灣啊 有很多的重劃區跟社區改造 但只要大部分的人不同意 就無法把社區翻新 無法翻新的 你無法翻新 外觀自然看起來就會比較破敗 去年前年也看到很多這個拆遷大隊跟公安 去拆別人家 晚上回家或是結束任務之後回家 發現自己村也被強拆了 只為了把土地租給開發商 我們再說到六四 當天除了八九六四紀念日之外 武漢一所學校的家長 集體上街抗議 當然不是為了悼念六四 而是為了自己孩子讀書的權益 還有自己的委屈 原因是當地政府突然亂改學區 導致許多國小生畢業之後 無法究竟讀好的國中 而這也會浪費父母的血汗錢 因為中國的制度就是 要逼你買學區房 那這樣子對孩子的未來 對孩子的入學會有加分的作用 所以很多家長 都為了孩子的未來啊 所以去買了這個學區房 所以這個學區房買下去 你就被套住三四十年 那套住之後 你現在要被告知 無法去讀理想的國高中 那這些家長自然就會崩潰了嘛 所以就上街抗議 當然現場中共又派出了打江山部隊 去維穩 高喊不許動通通蹲下 真好大的官威啊 有些人還被抓去警局 我們說到六四 還有一個讓大家看了真的是會 修身養性的公告 中國對外發言人 在六月四號的晚上 九點二十一分說了 這大致上的意思就是在罵 歐美等國啊 在六四這天的大使館 點蠟燭 哀悼在微博上亂發文 說什麼民主自由 我們要跟中國人怎樣 這些通通都是 亂中亂港 試圖顛覆國家政權 試圖干涉中國內政 然後呢他講著講著又講 少數西方國家自身 人權劣跡斑斑 特別是美國犯下了 種族滅絕殖民主義的 滔天罪行 他這邊的意思就是 美國你一兩百年前 搞這個殖民主義 在那邊迫害人權 壓榨這個勞工 你現在有什麼資格說 中國也是在迫害人權啊 人家美國面對過去 面對歷史賠款了 美國在彌補這個錯誤 而且那麼多店裡在反思說 我們不能再像過去這樣 電影都可以拍 你中國拍了嗎 你中國可以講嗎 不可以 你在那邊靠腰或什麼 美國有 對啊 美國沒有否認過 你有沒有否認 看你裡面一個六四 八九六四 你都不敢講 哎呀 然後最後他還說什麼 你繼續干涉中國內政 必將遭到14億人民的 迎頭痛擊 八九六四是中國內政 你不允許自己國民討論內政 哇哦 影片的最後還是要說到啊 五月底的時候 武漢一名老師開車 不小心 S了 一個國小生 結果 這個孩子的父母啊 被中共施壓 讓他閉嘴 當然中間有很多這個 溝通上的問題嘛 那這個小孩的父母啊 也不接受這樣的協議 所以啊 他媽媽 就天天跑去學校面前 維權抗議嘛 結果啊 小粉紅跟中共 就網爆這個媽媽啊 就因為這個媽媽 外貌上看起來比較漂亮一些 就說這個媽媽是劍叉 穿著火辣 要勾引誰 這個孩子都死了 你還有心思化妝去抗議 啊不然要劈頭散髮穿睡衣去嘛 啊穿這樣去 你又要說再博取同情 所以啊 他就說這個媽媽利用孩子的死在騙錢 最後這個媽媽受不了抹黑啊 一要而下我走了 那他們一家人只剩丈夫了 丈夫也是悲痛欲絕啊 而小粉紅還繼續在調侃哦 繼續在噴哦 說這個爸爸爽啦 好命啦 一次拿到媽媽跟孩子的保險錢 跟這個賠款錢啊 你再娶一個年輕貌美的這個老婆 再生一個白白胖胖的娃 哇 你的家庭又回來了 他也在講三小 你還想讓台灣回歸 說兩萬一家親都是同胞 你們對自己同胞都如此的惡言相向 中國的醫院嘛 什麼醫保還分金卡兩卡 中國的醫療 其實我相信 對於趙家人來說是非常先進的 但對於一般人啊 這個醫療品質就是很差 你在網路上限制他人發言跟封號 竟然不是保護人民 不是保護這樣的一個事情 而是保護趙家人的政權 8964沒有停過 8964一直都在發生 情勢變了而已 今天的影片到最後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不想記得 一定要幫我封書 我是893 下次見了 掰